大部分胃病患者有一大病因就是幽门罗杆菌感染 幽门罗杆菌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病菌 该种病菌主要寄生于人体的胃粘膜中 对胃部产生持续的损伤 从而引发各种胃部疾病 不过,现在人们已经找到了不少幽门罗杆菌的K星 其实就是一些很常见的食物 下面就来看看胃病K星,都是哪些吧 哪些食物可以抑制幽门罗杆菌 1.紫甘蓝 其内部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以及纤维素这两种成分 胡萝卜素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适当的多食用可以促进细胞的更新 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体的活力 纤维素则具有改善肠胃功能 促进肠道运动的作用 同时纤维素还具备降低人体胆固醇水平的功能 在降血压方面也具有不错的效果 2.香菇 香菇属于菌类 其内部含有多种维生素成分 不仅可以起到开胃注食的功效 还可以改善胃部功能 提高胃部抗病能力 不过进食香菇时需注意将香菇充分嘴嚼 这样才有利于身体吸收香菇所含有的营养 更好地起到缓解胃部不是症状的效果 3.马铃薯 马铃薯中不仅膳食纤维含量丰富 而且其内部的膳食纤维较为细嫩 可以强化脾胃的消化能力 辅助人体进行对食物的吸收消化工作 在治疗胃溃疡方面可以起到显著的效果 另外 马铃薯还具有一定的预防胃部疾病 以及心血管疾病的功能 想要尽早治愈胃病 减少幽门罗杆菌对胃部的伤害 除了适当地多吃一些可以K制幽门罗杆菌的食物以外 平时还要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一 饭前洗手 细菌是遍布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里的 注意个人卫生是避免疾病来袭的第一步 养成饭前洗手的习惯则有利于降低细菌侵入人体的几率 预防呼吸道传染疾病 需要注意的是洗手时不能应付了事 务必仔细清洗 否则将无法取得预防效果 饮食卫生是如今社会关注度极高的话题 二 饮食卫生 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病菌的入侵 大家入口的食物务必保证清洗干净且是熟食 在外吃饭时更要注意对餐具的消毒 当家庭成员有幽门罗杆菌的感染者时 最好是分盘进食 避免感染 三 定期检查 幽门罗杆菌疾难彻底地被清除 所以患有未病的患者吃药食物必遵照医嘱 并且最好定期进行复查 定期的复查有利于患者及医生更好地了解病情 及时发现是否出现复发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缓解措施 上锁树 紫甘蓝 香菇 马铃薯等食物都是可以抑制幽门罗杆菌 强化胃部功能的食物 胃部不好的人平时可以适当地多食用 养胃不是一两天就能取得效果的 需要大家长期的坚持以及努力 养成良好的习惯如饭前洗手 避免进食刺激性较强的食物等 为胃部营造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